中原节 移兴昌银号 龙家大院 文明农耕 下次的历史 随商业变迁可追溯上六百年 随农业发展可回往千年 千年之前开了一席清水河畔的 这片森林村 充裕水草飞丰美的土地上 有只有古老的妖老人生活的印记 他们由云贵高原上 古老的辽人演变而来 一路冬迁来到夏思 耕云狩猎划船捕鱼 山间临头熙熙落落的鱼丸史村落 产生了夏思最早的刀根火种 狩猎采集的人类文明 宋元时期 苗族人口大规模 迁入前东南 夏思漫漫出现了 摧烟鸟鸟 南庚五支的景象 清水河两岸 一山傍水 地势平阔的土地上 出现了 较大的 苗族村落 到元朝中后期搬迁到清水河 两岸居住的人 越来越多 夏思出现了 木楼一山傍水 船只来往 河中 寨内 向道相连 男女上岸下河 狗儿走街串巷 腰老哥和苗哥 死起彼伏的热闹景象 农业的不断发展 为明朝 中夏期 夏思工商业的萌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前东南一带 每年农月十月 就是这个时候 吃新节食 来自周边村寨的近万名苗族 苗栋民族同胞 身着节日盛装 祭祖斗牛唱歌跳舞 庆贺风书 并祈福来年风调雨顺 关于吃新节的由来 苗族有一个传说 相传 古老时候 人间没有骨子 只有天上雷公掌管的骨子国 才有骨子 人们只有 人们只好在深山老林里 打野兽 猎飞禽 摘树果 把野菜吃 日子过得非常苦 为了得到骨重 苗族祖先告老 拿了9999种 珍琴益寿 到骨子国 去换得 九斗 九生 九丸 骨种 放在 木板仓库里 等翻新多种 没想到 因为大意 骨子不小心 一把火烧了 高牢 求雷公再次换骨不成 动了九天九夜的脑筋 想出了 999种妙计 派狗去偷骨子 狗跑到 一块 碎碎 五寸长的骨田里 赶忙打了几个滚 就往回跑 据说 今天的骨碎 只有五寸长 与此有关 狗落入天河 赶紧把尾巴高高 撬到水面上 回到人间后 狗尾巴上还粘了 九颗骨粒 有了骨种 高牢离地 拨种 鼓励7月13日 正式取得 骨种一年的日子 高牢 融融地摘了九生骨子 拨了壳 煮了一大锅 白米饭 咬了三大碗 给狗子先吃 自己尝心 剩下的骨子 高牢把它留作 种 年年播种 为了记住这个日子 高牢便把这天定为吃心节 一直相传下来 看这个 这是一个玻璃的地面 苗江古道 马林川崎 吐司 至前 夏思得名 夏思古镇 与吐司文化 历史悠久 自元朝中期 到民国 1938年 上下 长达 650余年 元朝中期 朝廷在 金麻江 宣威镇 设 瓮包 蛮夷 长官司 其实名字设的不好 蛮夷 叫什么蛮夷 有点不尊重 其东北面 管辖 那今夏思 同古一代 明朝初年 朱元璋 为消灭 盘踞在云南 的元朝 残余势力 大力经营贵州 派出 大量官军入前 实行军囤 嗯 对元代遗留的吐司 采取了西南 以来归者 即用元官受制的政策 据民国麻江县制积彩 明洪武十七年 一八四 一三八四年 也就是马丘吉雄 那时候差不多 明廷在金麻江县宣威镇设立平定掌管司 仍由吴市 市席 平定掌管司 统冠 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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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进入 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 促进了经济发展 琴 这是马刀 琴的麻水壶 这个 就算出来了 这是菊 这个刚才你 下次向佛坦承 下次见晓 下次见晓 钢板扎的脸 没什么人 礼补 旁白 李 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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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阳明以身赋诗六万云首 其诗与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阳明说要以诗破题 通过有浅极深的本领 本物 私物 器物 剑物 大物 砖 船物和食物 七个斩尘空间 深入浅出的讲述了王阳明 生而不凡 立志成圣 农场 误道等试剂 展示了阳明文化 由初级到高级 由表面到深刻 由量变到质变的复合过程 以及阳明心学在夏思和后代的传承里路 阳明书院利用原有建筑优势 通过诸实情景空间 在河里 无法理员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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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 没过几年来过来